深夜食堂有緣人直播烘焙聊天室 有個來啊有個來啊 好我們現在來摺這個烘焙紙 烘焙紙來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整個摺那個烘焙紙 我今天這個模型的尺寸的那個長寬是17公分 乘6公分乘高度也是6公分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剪兩刀 你可以稍微剪有一點點斜斜的 因為我們的這個旁邊這邊是有一點點梯形 一點點斜斜的齁 這樣子起來它的形狀會整個更順一點點 旁邊的話摺進來的話會太大張 這邊摺進來的話會太大張 所以這邊要稍微修剪一下 旁邊這這四個地方 那同學應該有看到了 好來 我把這個紙先摺進來 先摺好 放進來 巧克力大理石的奶油蛋糕 最基礎的比例 放蛋糕 奶油 糖 麵粉 雞蛋 這四個材料 都是1比1比1比1的份量 那很多同學在做那個放蛋糕啊 或是那種長條蛋糕的時候啊 就是很多同學都會覺得那個放蛋糕 感覺就是很乾啊很硬啊很扎實啊 吃起來不鬆軟啊 那個都沒有人要吃 他喜歡吃鬆軟的 那今天教大家來做這個放蛋糕的話 就是 呃吃起來的話那個鬆軟的口感還蠻好的 因為我們今天用的是分蛋式的做法 分蛋式的奶油放蛋糕做法 大家可以試試看喔 很簡單 材料也很簡單 製作也很快速齁 然後就可以來完成兩條長條的放蛋糕了齁 好OK 這邊的話材料部分就是奶油蛋糕麵糊的部分 就是奶油 然後糖粉 蛋黃 然後還有我們的低筋麵粉 跟泡打粉有加少許的泡打粉 然後跟可可粉 這邊都是那個奶油麵糊的部分 機器讓他打蛋白 然後老師這邊的奶油麵糊 我就用那個手食的機器打這樣子 蛋白這邊三顆跟細砂糖65克 先把它打起初泡喔 好那我們先讓蛋白先打起初泡齁 起初泡之後我們細砂糖的部分分兩次加入 好像這樣子起初泡之後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這邊砂糖先加一半進來 然後就改成中速的來打 好改成中速打之後等一下我們這個蛋白的部分 要把它打成那個濕性發泡 就是大概那個彈性結實的軟彎那個彎勾的狀態 那第一次的糖加下去之後呢 大概間隔差不多一分鐘 我們再接著加第二次的糖 讓它更次的可以去做一個融化 然後可以打出來的蛋白也會比較細緻一點 好這樣子大概過一分鐘呢 我們就可以緊接著把我們第二次的砂糖加進來 就把這個蛋白持續打到我們要的那個 軟彎勾的階段就可以了 好那蛋白的部分就讓它繼續打 然後我們這邊桌面上面的鏡頭這邊的話 我們就開始來打發我們的奶油麵糊的部分 奶油的軟化程度 這邊夏天天氣比較熱拿出來使用的時候 記得就是不要太早拿出來這樣奶油才不會整個太軟 因為我們在打發這個奶油蛋糕麵糊的奶油的時候呢 溫度大概是差不多20度C左右 我們這樣子用手指頭摸有沒有摸起來會感覺有一點冰冰涼涼的 然後用手指頭壓感覺有一點點結實 但是手指頭是壓的下去的狀態 稍微出一點點力氣就壓的下去的這個狀態 就可以開始來操作 啊不要把它完全放到完全都室溫了喔 如果你把它完全放到都室溫的話 我們這個攪拌機器在打發的過程當中 機器會跟鋼盆會摩擦溫度會升高 奶油會繼續的軟化 那奶油如果說變得太軟的話 它就沒有辦法包覆空氣了齁 沒有辦法包覆空氣的話呢 它就會影響它的那個打發的狀態 OK 就這樣子打散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接著來加我們的那個糖粉進來 把糖粉過篩進來 好來那我們這邊機器的部分進來 我們先稍微開低速 先讓我們的糖粉跟奶油先稍微混合一下 不然我們現在機器一下子開到中速 轉速會太快 奶油跟那個糖粉會飛出來會噴出來齁 我們先開衣素 先讓奶油跟糖粉先稍微混合一下下 像這樣子奶油跟糖粉都吸收了之後 不會亂噴之後 我們就開始開中速來打發 把它打發到有點蓬鬆 半白羽絨狀的狀態就可以了 好之後我們就開那個中速來打發它 把它打發到有點那個半白蓬鬆羽絨狀 大概以我們今天這樣150克的奶油 用那個手持攪拌器中速來打發的話 大概需要差不多3分鐘左右齁 大概需要3分鐘左右 好一邊攪拌它 把空氣打進去我們的奶油裡面 讓它撕起來可以很蓬鬆齁 會有空氣感 你會慢慢的感覺奶油變得 顏色變得比較淺 而且會變得有點蓬鬆半白羽絨狀 好有同學在問說 老師請問用細砂糖就好還是要用糖粉 來我跟你說我們的奶油這邊是用糖粉 打發蛋白那邊是用細砂糖 用全蛋式做出來的話呢 你會發現口感上面蓬鬆感比較沒有那麼好 因為我們用分蛋式的話蛋白是另外打發 所以我們的麵糊的空氣含量比較多 所以你會覺得吃起來蛋糕體的組織會感覺比較蓬鬆 而且濕潤度也會比較好 那你用全蛋的部分的話做出來 因為空氣含量就比較少 所以你就會覺得蓬鬆度會感覺到比較結實 比較硬一點點齁 所以大家可以試試看這個分蛋式的做法齁 那我這邊先來看那個奶油的狀態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的奶油就是打到像這樣子 有點半白蓬鬆羽絨狀就可以了齁 那我們這邊可以稍微把旁邊的奶油刮進來一下 如果你說你在打的時候奶油會噴到我們的鋼盆邊邊太多的話 你要記得隨時停機稍微刮一下下 不然邊邊的奶油會變成沒有打到空氣進去齁 好這樣子我們的奶油部分就打好了 奶油麵糊這邊加蛋黃 一樣手持電動攪拌機開中速來混合奶油跟蛋黃的部分 我們只要每一次蛋黃都吸收充分的吸收進去奶油裡面 完全滷化均勻之後 像這樣子大概轉個十幾秒鐘 蛋黃吃進去之後我們就接著加第二顆 哇全下了好算了 下了就下了開中速 把它攪拌到蛋黃跟奶油混合 可以先做蛋黃麵糊之後打蛋白霜麻 只有手持攪拌機可以啊 那只是說你打完那個奶油蛋黃麵糊之後呢 你的攪拌機要記得要清洗乾淨 不要有殘留油脂再來打蛋白油 所以會建議奶油買油麵糊這邊才是用糖粉打 它效果會不加糖 好那我這邊蛋黃已經完全都吃進去了 把它甩出來 那順便讓大家看一下那個蛋白的狀態打好了 來這邊按下去它就可以 拌好的蛋白是像這樣光亮細緻的 然後呢紋路清楚 然後你撈起來的話它會呈現像這樣子 有沒有彈性的軟彎勾 但是它不是非常的硬的狀態 我們在做這種分蛋式的棒蛋糕的話 蛋白霜的部分不要打得太硬 你打得太硬的話做出來的蛋糕組織 就沒有那麼的柔軟會比較偏乾硬 所以大概像這樣子 蓬鬆柔軟光滑細緻有彈性就可以了 大概像這樣子的彎度的感覺 OK 那這個蛋白就打好了 先把它放旁邊 我們這邊繼續來處理奶油麵糊的部分 雞蛋需要常溫嗎 雞蛋的話會建議大家就是做這個奶油棒蛋糕的話 可以稍微退冰一下 不要冰箱冷藏拿出來非常冰涼的雞蛋 稍微退冰一下有一點常溫 就可以了 這邊奶油麵糊完成之後 它還是有一點點冰涼 有一點點結實的感覺 有一點冰涼有一點結實的感覺 OK 好 那我們這邊奶油麵糊的部分呢 我們這邊接下來先來加 我們的這個低筋麵粉跟泡打粉 我已經放在一起了 然後把它過篩進來 我們先加這邊攪拌的步驟 需要比較注意的一點 就是說我們奶油麵糊這邊要加麵粉 還有加蛋白霜進來裡面拌對不對 那我們這邊攪拌的步驟 讓大家比較好操作 比較方便 而且不容易攪拌過頭出筋 或者油水分離的 最理想的攪拌方式就是 粉類先放一半先攪拌 蛋白霜再放一半攪拌 接著麵粉剩下一半進來再攪拌 最後再下剩下了一半蛋白霜再攪拌 這樣子的方式會是最理想的狀態好不好 那攪拌的部分的話就是記得 一定都是要盡量輕柔 不要過度的用力過頭 會造成它容易出筋還有油水分離 放蛋糕隔天再吃會比當天做的更好吃嗎 沒有錯 因為那個奶油放蛋糕的話 你要經過一個晚上的熟成 讓我們的整個奶油啊 雞蛋啊麵粉整個熟成之後 然後隔天再吃 你會更明顯的可以吃出來 我們這個奶油蛋糕的 它裡面整個奶油啊 雞蛋啊麵粉的這個香氣 這樣子 這個奶油要加麵粉進來了喔 往前一點點 好 來我們先過篩一半的麵粉跟泡打粉進來 一半 好一半 要過篩喔 粉要過篩 好一半進來之後呢 我們稍微注意看一下 老師這邊攪拌的方式 就是這樣子輕輕的切 翻拌 輕輕的切 翻拌 好 因為我們這邊不建議大家一次 就把粉加進來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這個是分蛋式的做法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奶油麵糊這邊的水分 只有蛋黃而已 液體的部分只有蛋黃 那你如果粉一次全加進來的話 它就會整個很乾的感覺 好 所以你要記得這樣慢慢的切拌 然後攪拌的手勢盡量輕柔一點 好有點切拌 切 翻拌 切 翻拌 好 好 那這樣子不用完全拌到非常均勻 大致沒有看到乾粉的狀態 像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 大概像這樣子 柔軟 結實 有彈性的 好像這樣子柔軟 結實 有彈性的感覺 這樣 OK 好柔軟結實 先挖差不多 一半 的蛋白進來 好大概一半 好大概輕輕的翻拌 輕輕的翻拌 那這個時候你會覺得比較不容易拌 而且它開始蛋白 因為蛋白的水分比較多 所以你要慢慢的拌讓它吃進去 不要攪拌過頭 不要攪拌過頭 慢慢的讓蛋白跟我們的奶油乳化均勻 好 好 這樣子你會發現那個蛋白已經慢慢的吃進去 我們的奶油麵糊裡面的 好 手勢輕柔一點 好 這樣子 那大概沒有看到什麼蛋白之後 我們再接著下 剩下另外一半的 低筋麵粉跟泡打粉的部分 剩下一半把它過篩進來 再繼續來拌 就這樣子分兩次的部分來拌 這樣比較理想 嘿 放蛋糕很容易上手也很好吃 沒有錯 只要記得掌握一些步驟 蛋糕麵糊的部分 一定要完全就是攪拌乳化均勻 不要攪拌過度造成出筋 容易變成像櫃的狀態 那你攪拌如果過頭的話 或者是乳水沒有乳化的很好 你也會容易呈現就是像那個 櫃很紮實的感覺 所以這邊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乳化均勻 跟不要攪拌過頭 造成油水分離就好了 好 那我們麵粉進來之後 也是翻拌的差不多均勻之後 剩下的蛋白再加進來就可以了 好 再把剩下的蛋白一樣切拌 切切切 慢慢的翻拌 一邊翻拌的時候 一邊轉動你的鋼盆就可以了 好 來 接下來繼續把剩下的蛋白霜 拌勻就可以了 然後你會漸漸的看得到 我們的那個麵糊已經開始變光滑 哎唷 麵糊跑出去了 變光滑 這樣子就行了 好 這樣子我們的奶油麵糊就完成了 又發現奶油麵糊其實看起來並不會很硬 因為我們的蛋白是另外打發的 蛋白霜有另外打發 所以你會感覺這個奶油麵糊的狀態 感覺比較有那個空氣感 原味的麵糊出來 那老師這邊的話 大概取120克的麵糊出來 我們要來混合我們的這個融化的巧克力跟可可粉 做大理石的狀態 這個巧克力麵糊的部分 好 來 我們把融化的巧克力 苦甜巧克力把它放進 如果沒有苦甜巧克力用牛奶巧克力也沒關係 因為我們主要是要讓它有點巧克力的風味 這也行啊 這也行啊 10克而已 用10克 其他就怎樣 吃掉 其他就把它吃掉 可可粉 可可粉的話 我們把它已經過篩好了 把它放進來這裡面 一點巧克力一點可可粉 麵糊已經拌均勻了 就像這樣子 大概這個狀態 模具可以用吐司模代替嗎 或其他的 可以啊 長條的也可以啊 或者是做杯子蛋糕也可以啊 只是說你的體積越大 烘烤的時間就要越長 你的體積越小 烘烤的時間就短一點 這樣子啊 接下來我們來做大理石 大理石就是這邊巧克力麵糊做好之後 這邊來 放個一小坨 然後這邊 來 放個一小坨 來 這邊 放個一小坨 就是把它分散放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是 大概的 拌個幾下 讓它在裡面呈現一個不規則的狀態 這邊的話就是 這樣子拌個幾下 切拌幾下 轉一下 切個兩下 轉一下 切個兩下 轉一下 切個兩下 好 就這樣就行囉 千萬不要把麵糊放進 這邊麵糊不要再攪拌到它了 因為我們就是要讓它大理石的狀態 好 平均分 然後那個麵糊盡量不要沾到我們的烤模 那個紙的上緣 那個紙才不會割到那個麵糊 好 這樣好了 295 295 那我們就是稍微把它麵糊讓它平均一下 輕輕的推 這個盡量不要再去動到它了 因為我們裡面就是要讓它有那個大理石的狀態 所以不要再把它一直拉 把它往旁邊稍微輕輕的推開一下 就行了 稍微讓它麵糊都有很平均的 大概攤平 所以你看一下我這樣麵糊 大概是差不多六至七分嘛 六至七分嘛 好 為什麼不直接敲 要電抹布 也可以直接敲 只是直接敲會很大聲啊 電抹布只是要讓聲音小一點 不要太大聲 這樣子而已 這樣子而已 有一個同學問了一個很專業的問題 就是說 請問老師 如果已經使用了分蛋法 就是蛋白霜有另外打發的 是否可以不加泡打粉呢 可以的 你可以不加泡打粉 但是我們今天這個奶油麵糊的比例的話 我們是糖油蛋麵粉 都是1比1 所以它的那個空氣 如果你希望讓它的空氣感再更多一點 吃起來蓬鬆感再更好的話 泡打粉還是可以加 所以你自己可以試試看 不加跟加 如果你覺得說 你可以接受不加的那個口感的話 你不加也是OK的喔 因為我們蛋白霜有打發 所以本身空氣含量就比較高了 我們烤奶油棒蛋糕 基本上大概是在中溫 170度至180度 那以這樣的大小大概烤30到35分鐘 進入烤 放進去 好30分鐘 等一下15分鐘左右的時候 我會拿小刀在那個麵糊的中間 稍微畫一刀 讓它可以順著這個 畫的刀裂開會比較漂亮 所以大概會是在15分鐘的時候 中途的時候 我們這邊有先烤好蛋糕 為了不要讓它等太久 我們這邊有先烤好蛋糕 醬醬醬醬 可以給大家看 我們快速兩邊切給大家看 它烤出來的話 像這樣子齁 不然這邊 先切給大家看 如果在那邊等一下 來得及出爐 再出爐給大家看一下 怎麼出爐就可以了 因為它要等涼了 才有辦法切 稍微厚一點點 好大概像這樣子 有沒有 給大家看一下 好大理石的感覺 給大家看一下 就這樣子喔 就這樣子喔 這個很好吃 而且它的組織不會很硬 你看我這樣子壓它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它還有一點點彈性的感覺 因為我昨天烤的 所以今天吃起來的話 感覺那個巧克力跟奶油的香氣 就整個更濕潤的齁 教大家看一下我們蛋糕出爐的 要怎麼看它熟成 我老師今天這邊總共烤了33分鐘 烤了33分鐘 好然後我們出爐的時候 你看它已經整個膨脹起來了齁 然後你可以用手輕輕壓一下 用手輕輕壓一下 會覺得它一點有那種結實有彈性的感覺 然後你不確認的話也可以拿竹籤 擦一下中心點 然後起來竹籤上面都沒有沾任何的麵糊 而且竹籤摸起來是乾爽的 好擦在中心點起來 都沒有沾麵糊 而且摸起來是乾爽的感覺 這樣蛋糕就熟了 而且蛋糕會有點彈性的感覺 壓下去會有點回彈 這樣子就是熟了 那熟了出爐之後呢 我們要馬上做脫模的動作 不要讓蛋糕留在烤盤裡面 因為它會有那個水氣 因為老師這邊有鋪那個烘焙紙嘛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出的話 就這樣子拉出來就可以了 好換另外一個 換另外一個 也是這樣子拉出來 這樣子脫模就會很方便 而且烤模就不用沾得很厲害 因為如果你抹油撒粉當然也OK 可是會沾得比較厲害 而且你要洗烤模會比較辛苦 所以如果說你不喜歡洗烤模的話 你看像這樣子整個把它脫模 然後待會我們放涼之後呢 因為你明天再去切它切塊 再把它做包裝的話會比較好 好現在都不要去動它 那因為你要放到明天才要去切片 才要去做包裝或是整條包裝 所以這邊會建議大家等一下放涼了之後呢 稍微有一點點溫溫的時候 我們用保鮮膜像這樣子把它 整個包緊 保鮮膜像這樣子把它整個包緊 這樣子它才不會變乾掉 好有一點溫溫的就可以包了喔 不用擔心會有水氣 不用擔心會有水氣 摸起來沒有那麼燙 大概我們這樣出爐 放涼大概差不多15-20分鐘之後 有一點溫溫的 我們就先這樣保鮮膜把它先封緊 明天再來整條包裝送給人家 或是切片包裝送給大家 老師今天是用180度烤33分鐘 好有上下火的也是180度好 好OK晚安謝謝大家 結束直播再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